打野瑞维 都说我天天人马盲生 看腻了 不是我喜欢玩 而是放出来之后呢 我不想让对面拿 所以我就拿了玩 我个人是很希望 把盲生和人马 对吧 学成凡人 这样最起码 也许还能百花齐放 然后这个版本 我们都知道 这个版本 只能纯收出 要么纯肉 想拌肉 拌收出 基本上就是伤害不够 还扛不住 所以像以前 瑞维的出装 已经过时了 再加上你选瑞维 对吧 总不可能是为了出纯肉吧 所以就纯收出 对吧 赌暴击流 只有暴击流 才能在后期 逆风局的情况下 一刀把对面脆皮给秒了 所以咱们福文的话 征服着 虽然这个版本 先攻很强 但是对吧 瑞维实在是不适合在先攻 然后小福文 精密系的 小拳拳 巨人杀手 小吸血 最后带一个猛然冲击 装备的话就先吸血鞋 相比于川家鞋 吸血鞋更适合瑞维 归根结底 瑞维是一个战士 并且前击伤害很高 我们出吸血鞋 边打边吸 相当于提升了自己的坦度 当然如果对面打野 像什么芒生 对吧 螳螂这种的 你可以做护驾鞋 先出幽梦 然后护驾鞋 第二件的话 三项 这个版本 瑞维是不需要黑切的 三项之前加强了 所以说性价比很高 而且也有攻速 加上这个被动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刷野 稳定技 然后从第三件开始 就可以考虑暴击了 我更建议 第三件做训认 我们福文里 没有超转 所以仅靠这个幽梦 这个鞋子自从改版之后 基本上是最垃圾的鞋子 所以我们需要第三件 出个训认 来减少自己的技能cd 第四件的话 如果对面瘦的话 就打穿甲 不瘦的话就隐许 最后来个复活甲就ok了 玩瑞维前中期 一定要多打架 瑞维前期的数值是很高的 所以利用这个强势期 把这个优势建立起来 你要是光顾的刷野 到了后面 对面有金身 有这个王冠 前排也瘦起来了 也多护甲鞋了 那这个时候 瑞维就很乏力了 所以一定要利用好 自己的强势期 就前中期五级的瑞维 伤害特别夸张 你就攒个Q技能 大招EQAWA 一个大招直接秒 所以玩他的时候 千万不要前期优势太大了 觉得自己 得装到后期 然后到后面 王冠今生一出 直接哑活 不过还行 相比于艾克什么的 要强多了 最起码 把人马和盲藏一半 瑞维的话也不算很弱 我们抓人的话 一般都是 别直接用W 先E过去 QAQA 三段Q击飞之后 再接W 这样是比较稳的 尤其是我们开大的时候 大招的二段 一定要配合这个W 控住之后使用 可以防止对面 对吧 闪现着我们大招 如果你先用W 你又带着你自己 对面瑞维过来打你的 EW运住你 三段Q 你看到血量不健康了 那么你就可以 立马叫闪 如果对面的瑞维 是先过来 EQAQA打你 三段Q击飞 你看血量不健康了 想闪现 但是他击飞之后 接个W 大招二段给你斩了 这样的话 你是放不出产现的 所以瑞维要把这个W 和咱们的Q技能 第三段击飞 结合起来 防止对面夺我们技能 当然暴击流好处 对着后期 就像一个自暴步兵一样 瑞维的大招 给的攻击力很高 他这个英雄 本身的基础攻击力就不低 后期开个大 那个大宝剑 闪过去 一个平A插一下 就是你再怎么捞 只要你会平A 保底能换个退皮 就学会卡Q 留着三段Q EQ闪击飞 比如说龙团了 远古龙团 我们找个讨红 扫描一照 没有眼 先蹲着 在槽里面的 一段Q 二段Q 找准机会 大招EQ闪击飞 然后WA一下 一个大招 对面的碎皮就没了 所以日文还是很简单的 你看这边 我们一刀 900多的伤害 然后这里的话 我进对面红区 看到狼人了 我想抢红的 结果没抢到 飞推棒拉凯 防止狼人大我 结果这个狼人大心大大 我们开大招 插一刀 直接大招 秒杀狼人 然后石头压火 腹子连招 差点被秒 但是没关系 W运住 插一下 793 记住了 这是护甲鞋的肉丫头 后期我们一刀 都790多 你更横横脆皮 对吧 基本上一刀下去 一千伤害 所以打野锐文 你用这套装备和副文 把盲上车马一半 还是可以玩的 强度是有的 等后面南刀上线了 对吧 你又可以玩锐文 出护甲鞋 也去追着他打 把盲上车马一半